53岁陈慧贤巅峰时退出歌坛,时隔16年在登台,竟当众热文章学友。网友,尺度太大难以接受。 大家都知道如今的娱乐圈中,真正有演技的却是没有几个,很多明星都是因为颜值而活,演艺圈如此,就是在歌坛也是这样,能够真正称之为歌手的却是没有几个,这就让人不禁想起了以前的娱乐圈,以前的歌坛。 大家都知道,在八十年代最为巅峰的时候,孕育出了一大批的天皇巨星,比如许冠杰、谭永林、张国荣等,在歌坛提起梅艳芳,相信梅几个人不知道,但是当年在梅艳芳巅峰时,有一位歌手曾厉害梅艳芳,几度将其超越,这个人就是陈慧贤。 陈慧贤,1965年7月28日出生于香港,中国香港女歌手。 1984年7月28日出生于香港女歌手。 1984年以一首逝去的诺言出道。 1988年,获得赤渣乐坛流行榜赤渣乐坛女歌手银奖。 之后,在广州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,成为首位在广州举行歌唱的中国香港歌手。 当年梅艳芳和陈慧贤争夺年度最佳歌手两人 以同样的旋律歌曲《夕阳之歌》梅艳芳和《千千雀歌》陈慧贤打雷台 当时论影响力和好评《千千雀歌》是高于《夕阳之歌》的 但当时梅艳芳公司华兴在为其争奖时透露出梅艳芳一个意愿 如果这一年他能获奖,便退出各大颁奖典礼,不再竞逐奖项 当时各大电台高层知道后,自然要给梅艳芳面子,结果陈慧贤战败梅艳芳 后来陈慧贤知道后一人离港读书,就此退出了歌坛 在陈慧贤退出乐坛,出国深造后几年歌坛新人不断涌出,早已不显当年陈慧贤之辉煌 再加上几段不好的情感令他在02年患上了焦虑症,庆幸有张学友岳阳之缘,不适的电话短信为他打起,令他哭到他只会把真正的话对我说 后来陈慧贤散别歌坛后重新复出时,张学友已成为华语歌坛重量级歌手之一 为帮助陈慧贤重新打开市场,他与陈慧贤共同合唱多首经典歌曲,包括叶范清思雨、爱和承诺等,他亦被认为是张学友在香港歌坛的红颜知己 大家喜欢陈慧贤吗?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